在熄火之后大概要隔两分钟再来关闭电瓶 原因就是我们的尿素泵那边 它有一个催扫的一个过程 要等它尿素泵停止运作了才可以观察 现在是关闭状态 这个里面要观察它的一个容量 在那个仪表上面也有的 仪表台上面也有 但是打开这个钥匙之后就可以引开 从这里面夹住进去 尿素液加满了的 这个是要经常关注的 如果说尿素它加的不可格 或者是不够 它会影响这个发动机的输出功率 它会限制扭对的 因为你的车子就无力 帮手也会无力